这房子蛮漂亮的 好高级的感觉 这是来到富人区了吧 这边的房子都有自己的大门 你看人家弄砖呢 哇 很高级的 这好大 自己家有温泉 这个好像Airbnb的感觉 这家大门也不错 前面还有一家也很大 我根本就搜不出来 这咋个事啊 那我们就拆弯这些富人的房子好了 这边都有自己的大门 哇 好棒哦 这房间房子真的好 这边的房子都不错 人家这就感觉没有人家的厉害 你看那没有门的 我们现在都也看不起哦 这会是门太小的 我们现在都看不起哦 人比人气死人有没有 这个也挺牛逼的 Driving那么远 但是那个房子我不喜欢 因为我刚才那个感觉是Mansion 是哪里 来看哪里 来看这个 哇 这是个什么 这古堡吧 离道路这么近的古堡吗 我们两个同时 我们两个好土啊 感觉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同时过了 哇 这是什么 没有 这很大耶 这古堡吧 你看那个 卧槽 你看那个红的那个 没有 这两个都挺牛逼的 D视迷吧 这个 我更喜欢左边这个 我觉得迪士尼啊 我喜欢右边 你们俩左边又买右边 你给我钱哦 太好 你没有刚才那个厉害哦 刚才那个 哇 我刚才那砖头那个房子太厉害 这个你都看不到 这都看不到 这感觉应该是很厉害的人家 它可能在湖边或者湖边湖的 这个也很好 这综于全风格 感觉来到了加州 这个就不行了 这就太传统的南方风格 你觉得这个也挺好看的 虽然它是路边的 它有路边摊的感觉 但好看还是蛮好看的 这边房子好大 这边是在分修 这边在修 那个有一个圆形窗户 好厉害 好有设计感 这些感觉就都没有刚才那些厉害了 也很棒 但也没有刚才那些厉害 哇三丈 这个也蛮不错的样子 这边是有钱人扎堆的 对啊 他们都做什么的 抢银行的吧 哇这个也是正在搞的一个小宝 这个感觉比刚才那一场还他妈以前 你看这个 藏在里面贼身 哇你看前面那个 你看前面那个 它就是高而已嘛 他也牛逼啊他 他好像是个古堡 他好高哦 冰凌城 他植入云霄 哇这也很大 这是一个往下沉的一个房子 这边都是你看左边是古堡 你看左边 哇这房子也比较亮耶 这特别迪斯尼 对啊 答应我下次在这条路上hacking好吗 我们要给这些房子大分真的 一把他们拍下来 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说这些房子特别好呢 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这个地方除了像纽约呀加州一些地方的房子特别贵以外 大多数的州房价比较合理 那么你在加州一些地方可能一二百万美金买到的房子 大概同样的一个地段价值吧 在我们这个地方在亚特兰大可能50万美金就可以买到了 所以像这边的豪宅呢一般来讲一二百万美金就买得到豪宅了 可是我们误入的这个区域哈 这边的豪宅一查随手一查都是800万美金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你在什么纽约呀或者加州比较贵的地方 你可能就能够去买两三千万美金的房子 那都是什么好莱坞的明星NBA的球星住的地方 大概这么一个概念 而且我们随便看一个它有多大 是26000个square feet就是里面的面积 那大概就是2500平方米这个概念 那我们一般住的宽松一点的人家 大概房子有多大 一二百平差不多吧 那它人家内部的面积大概就是十几个 二十个你们家那么大 那么这还不算 整个外面的什么前院后院泳池绿化 这都不算 占地面积更大 他们外面的这些占地呢都按英姆来算的 一整就是什么五个英姆八个英姆的 大概就是几万平方米这么个概念 也就是说人家除了住的那房子有2000多平米之外 人家外面住的环境还有几万平米 也是他们家的 所以就是非常豪这个地段 那么我感觉啊 好多可能都不是说新贵去买的房子 很多可能是那种祖上基附就是传下来的 所以是相当豪的一片区域 我可以做这个小时 入联系的小时 我可以做就是 是什么小时 那么小时 我可以做一个小时 我可以做到这个小时